相当一部分肺癌脑转移患者在早期是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 这通常是因为脑部的转移病灶相对较小或孤立 尚未对脑组织产生明显的压迫 或者转移的区域位于脑部的非功能区 然而我们仍需保持高度警惕 特别关注患者可能出现了头晕 头痛或功能异常等症状 当肺癌转移到孽叶或其他脑部区域时 患者的性格和脾气可能会发生变化 若肺癌脑转移导致严重的脑水肿 患者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头晕 头痛甚至昏迷等严重症状 这些症状的出现往往与病灶的数量 大小及其对脑组织的压迫程度密切相关 因此了解患者的肿瘤类型和分歧 对于判断脑转移的风险至关重要 为了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的脑转移 建议患者在复查时接受头颅CT或持共证检查 总之虽然部分肺癌脑转移患者 在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 但我们仍需密切关注患者的身体状况 以便在出现任何异常时 及时采取行动 通过定期的检查和评估 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肺癌患者的健康状况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肺癌患者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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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肺癌患者